今天是第三天 我們將會用時速80公里定速 然後來跑500公里看油耗的表現 我們現在在新店的北新直營加油站 現在我們已經在加油站把油都加滿了 那我們就把里程表歸零 然後現在我們也把導航歸零 現在外面的溫度是24度 那我們空調也是切在24度恆溫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出發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行駛的里程是248公里 然後呢油表只掉了一小格 我們接著看衛星導航 總共跑的時間是3小時14分鐘 比之前又多了大概半小時 20幾分鐘不到半小時 然後平均時速大概是75公里 那現在可以看到外面的溫度是26度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就折返回台北 現在我們又回到台北的北新路中油直營站 我們來看一下里程式多少 現在儀表顯示的里程式跑了495.8公里 那我們可以看到導航顯示的總共跑的時間是6小時又25分鐘 然後呢平均時速是76公里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在的溫度是多少 現在室外溫度顯示是21度 那我們這次呢回到了台北的時候呢 在經過新竹的地方已經開始下一點雨 可是幸好它的里程影響不大 因為下雨會影響油耗讓油耗增加 不過我們還是去加油站加油看一下 實際消耗的公升是幾公升的油料 現在經過我們的計算呢 每公升可以跑15.18公里 那比起之前兩次的油耗呢 差異相當大 等於是每公升多跑了3公里左右